大家收看影片之餘记得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 多谢 上次因为要正私己过而暂停一次提供 便尝今次是踏入新一年后的首次和大家见面 希望心水顺顺利利过关过了它 先吓它 头长三匹热门马角有优点 但虽然隔晚三匹马都有飞 但今季原来又很多次到最后跑出那条连赢位 都是被想象中好分 海岛才子上次跑第三只是输在对手太强 巴迷高虽然抽到五档 但全程三叠和抽到外档都没什么太大分别 今次难得档位继续好 马房近期确实势头强劲 而从戴眼罩之后一连两次都跑得很接近胜利边缘 在这组的确是四平八稳 外面海岛才子上来第二位 再看到大外档二进追很多 中间位置还有机缘巧合 接近终点了 成才抛来一个多三位 外面二进一路扎上来跑第二 第三名的马 海岛才子第四名是机缘巧合 虾搅烧买上次跑田丑千四米 在最后直路其实追回很多 而没段时间是跟极速飞弹商约 这场的头三名马在出已经取得两冠一电 水准的确挺高 赛后被减两分而得以落斑 看血统父母两线都是源泽沙标 安利年田草千六都应该可以应付得来 所以跑谷草一里当然问题不大 上季升班前也是副顶帮野马 而且骑士更是省日背顶帮模影的河宅瑤就更是不容易 看回果场的第二至五名马再出都是有好好表现 而另一卖点就是首场胜象是由我敬爱的国能帮手赢 金像从配另一英国骑士班得益 其实人马前次已经试准了 尽力之承诺班之后即刻连拍四货 比之前备战是积极了 上次在骑士赛日不幸抽中村田章牙 在湾前都仍然未发力 可以抹走赛籍 这匹马姜口一般 用涉恩会很适合发挥 加上骑年近期都合作几愉快 是值得顺赖 而尽力之承对上两次赢马 也是用外籍大师傅 其中一场更是前季未有成绩的波剑士 今次只要跑出上季 和有港友笑及追风气足跑得接近的水准也够赢 第三场新威力上季系 初次落四班跑谷草千亿果场 开始看好它 因为季内在三班田草千亿系 能够和共挂奔分及 红云飞鹰跑得接近 而且同座马是线跑谷草 转场当然值得憧憬 马林中间红云飞已经上了少少 最出那边还有新威力 最后八多米 南庄之歌已经将二话不雪摆脱了 外面多多福 接近终点南庄之歌赢 跑第二名二话不雪 但结果腐重磅之下只是跑第三 头马是木火同名 第四名是之后赢上三班的渺渺精彩 果时有点失望 但现在看其实对手水准原来不差 之后两场亦都可以和财进及声势跑得好接近 两匹之后在三班都有表现 照理新威力在四班是不会无马赢 不过上季至金苏保罗成绩都是偏弱 怎估到辗转令这匹马由四班顶轮落至现在去到四班底 前次跑谷草一你吃快步速摆前自己领放都不断 增情是出气地好 所以成为自己的备望马 上次换潘明辉跑谷草千亿起步已经慢了 其后更是索性不放而留 姑且可以赖是宿程后手掌会令前速减弱 不过直路被前面三匹对手形成一个粒子困到实一实 在望空后就轻松跑过第四 直头就是上季在三班田草追过共创奔分果场的走势 今次再战千亿 预期组断不会再是这么慢 排尔当也有望组断跟随一众费马后面 等直路望空后全力增盛 是最适合今次跑道的走法 赛前更是首次改游复练进行所有快跳 配养明论一定不会太热 今次直播 夹若精神转跑谷草两次都是黑仔抽大外档 虽然不能够上名 但跑出来的水准其实很高 前次在强祖舍外跌顶到一直第四 头三名马在出全部赢了 第五六名周在田丑千四都有表现 共创奔分逐步咬上来 外面用个齐齐有福接近中间 共创奔分赢 加州海哥就在里面 还有外面的齐齐有福要拍相差第二 至于跑第四名的马 是那只合约精神 上次就缩下一千又再一次全程外跌 但只要追多四分一马位就已经有第三 本身根本在谷草起家 今次回思四班 如果用到周尽落把握会更大 再陪赛明啸就要催眠自己腹顶磅 一样可以赢马 另外晋神上次末段内闪 所以痛失一场桃马 看整体时间跟统日三班桃马名记之心相若 今次肺马多上顺会比上次更好追 操练正常兼有货拍跳 马房是有心想保重 那今日到什么好 想每次赛日一次看完所有参战马的评语 和每次赛后收到详细的赛后评和备忘码 就快点加入成为会员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